我是Alan 早前我試了大約二十多支防曬產品 當中有化學性防曬 都有物理性防曬 一連兩條影片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樣去選擇防曬 以及有哪些防曬產品 我是覺得值得使用 如果你還未找到 適合你使用的防曬產品 記得留意這兩條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 我主要會講化學性防曬 化學性防曬 我選擇的第一樣會看的東西 就是它使用什麼UV Filter 在美國FDA批准使用 防曬產品的化學性防曬 UV Filter有14支 而當中只有6支 你會比較常見到 它會使用在產品當中 包括有A4 Benzone Homoxy Benzone Homoxyla Octinose Octicyla Octicrylin 這六支 美國FDA自從在1999年 加了A4 Benzone 在它批准的UV Filter 中 直至今時今日 差不多有二十多年 都從來沒有批准過新的UV Filter 在美國使用 所以我簡稱它們 或者統稱它們 叫做一些舊的UV Filter 因為那些UV Filter 其實是很久很久很久歷史的 相反 歐盟批准了用的化學性UV Filter 大約有30支 當然包括了美國使用的14支 而在這十多二十年之間 歐盟批准了很多新的UV Filter 而且一直都有新的UV Filter 我在選擇化學性防曬的時候 我最主要會選擇一些產品 會比較多用新的Filter 如果一個化學性防曬產品 它全部都是用舊的UV Filter 我就不會考慮用這個防曬產品 原因是 新的化學性UV Filter 它們有幾個好處 第一就是它們防止UVA的能力 是比舊的UV Filter比較好 第二它們分子除了一隻半隻之外 普遍來說它們分子比較大一些 所以會滲入我們人體的風險就會低一些 換句話說會致敏的風險也會低一些 第三個原因是新的UV Filter 是比較Photo Stable 意思是它用在我們面上之後 不會因為照射了陽光而很快失去功效 所以它是否Photo Stable 對於防曬產品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一支我覺得蠻好用的化學性防曬 它是一支韓國出的防曬 叫做Beauty of Jozon 就是這支 它全名叫做Relief Sun Rise Plus Probiotic 它裏面除了有防曬的UV Filter之外 還有一些米的碎取 以及一些Probiotics 它的SPF指數是50加 UVA的防護能力是PA4加 它不是一支防水的防曬產品 但對於我個人來說 是否防水不太重要 因為我最主要大部份時間 都是在城市內遊走 即是上班、下班、逛街、看電影、吃飯 很少會長時間暴露在室外 我一年都不太多時間去做戶外活動 例如行山、游泳等 我比較少做 所以一支防曬是否防水 對於我來說就不太重要了 但如果你是戶外活動的愛好者 經常去行山、出街做事 這支防曬未必適合你 因為它不是防水也不防汗 這支防曬沒有香味 所以適合敏感人士使用 它使用的UV Filter 有四支 Uvino A Plus Uvino T150 Tinosorb M 以及Escotriceno 這四支全部都是新的UV Filter 用在臉上的感覺 其實它是非常良好的 推開的時候 開頭可能會有少少白白的 令臉上有少少白白的色 但推開後 它是完全沒有顏色 我覺得它的保濕和滋潤程度 都是適中 我屬於偏油性皮膚 雖然有些朋友用了這支防曬之後 他們會覺得滋潤度比較好 但我自己就覺得 就算我偏油性皮膚 用完它之後 我都不會覺得臉是油膩的 塗完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臉會亮亮的 但它乾了之後 其實臉不會再亮的 摸上去臉 其實你會感覺到它是乾爽的 所以如果你是很怕黏 很怕油的話 這支防曬 你都適合使用 不需要擔心會很硬 很重的感覺 因為它是塗完之後 沒有顏色的關係 很適合化妝前去使用 如果你是有上妝 或者你會塗上一些 調製膚色的產品 它都是非常適合 用在化妝品下面的 Beauty of Jossan 不算是一隻 國際性的知名品牌 甚至在韓國 似乎都不是很受歡迎的一隻牌子 雖然我經常說 買防曬產品 你一定要買大牌子的產品 但為什麼我都會覺得 Beauty of Jossan 防曬是比較好的 可以推薦你使用的呢 原因就是 這支防曬 是由韓國一個非常大的代工廠去做的 這間代工廠就叫Koma Koma 在韓國幫很多品牌做防曬產品 而Koma 除了普通代工之外 它自己都有很多專利的科技 有好幾隻都是 生產防曬產品的專利科技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不是一些知名品牌 而在生產上 或者測試上 是有什麼脫漏 而且根據Beauty of Jossan 官網 它們就拿去的防曬產品 分別去韓國 和西班牙的實驗室 做過測試 測試的結果 在韓國的實驗室 就得到 SPF指數是 52.5加減5.8 而西班牙的實驗室 就測試出 它的SPF指數是 63.1加減0.6 即是這個測試結果 就吻合它聲稱 SPF50 這個保護能力 而 UVA的保護能力方面 韓國的實驗室 就測出 UVA PF16.1加減2.4 所以 就有一個 PA4加的 而西班牙的實驗室 就測試出 UVA PF19 這個防止 UVA的能力 PA4加 其實在防曬產品裡 代表它提供的 UVA的保護能力 已經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優秀了 如果你用適當的量 按著時間去補茶的話 是防止曬黑和曬老的 第二支 我覺得不錯的防曬產品 就是 這支 Skin Certicose Ultrafacial Defense SPF50 在UVA的保護來說 它就符合一個 Broad Spectrum的標準 所以一支 SPF50的產品 如果它是Broad Spectrum的話 代表它 UVA的保護能力 大約跟PA4加相似 這支產品不防水 所以一樣都是 不適合 經常戶外活動 或者經常流汗 在街上活動比較多的朋友 沒有香味 所以如果對香料敏感的朋友 這支是可以使用的 至於UV Filter 它有五支UV Filter 包括Octinose MaxRole XL MaxRole SX Uvino A Plus 和Tinosorb S 這五支UV Filter 當中 Octinose 就是舊的UV Filter 而MaxRole XL 和MaxRole SX 就是L'Oreal的專利 UV Filter 你只會發現 它在L'Oreal品牌旗下的產品 會使用 Skin Certical 就是L'Oreal旗下的產品 L'Oreal做過研究顯示 第二就是MaxRole XL 和MaxRole SX 這兩支UV Filter 如果一齊使用 是有助減低黑色素的生成 這支Skin Certical 防曬 擠出來 感覺會比較稠 好像很濃稠的霜霜 塗在臉上 你會感覺到比較白 而且你明顯感覺到質地 會比較厚重 推開後 臉有一段時間 會白色 不過花點時間 推開整塊面後 應該不會有明顯的白色 防曬在臉上 還未乾的時候 感覺到有點亮亮的 但當它乾淨之後 都不會令你油光滿面 擦乾淨之後 摸上臉 沒有Beauty of Jezanne 那麼清爽 但又未至於 令你覺得 搭著臉 很厚重的感覺 這支防曬 我唯一要投訴的 就是它的價錢 偏比較貴 但Skin Certico 旗下任何產品 都是比人更貴 這支防曬 我在它的專櫃買 是345元 只有30ml 以我的使用量來說 因為我每天塗防曬 除了會塗面之外 這個位置之外 我其實頸前面 和頸後面 露出來的地方 我都會塗防曬 所以以我的量來說 一支防曬 最多都是 七天就會用完 即是一個月 我就要用四支防曬 當然 如果這支防曬是配合你的話 我覺得 都值得投資 因為我經常覺得 防曬產品 就是你最好的抗衰老產品 你用了一支好的防曬 便少些去用美白 去皺產品 以及少些去打斑 少些去做拉皮 第三支我要講的防曬 就是這支 L'Houche-Posay 的 Anthenio UVMule 400 Invisible Fluid 它是一支 法國生產 美國品牌的產品 都是L'Oreal旗下的品牌 它是SPF50 因為跟歐洲的標準 它就會有一個圓形的UVA標誌 在上面 我就看過非官方渠道的消息 就說它的UVA-PF protection 去到46那麼高 所以對於抗曬黑和抗衰老來說 如果UVA-PF去到46的話 其實代表它抗UVA的能力非常之好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是防水的 如果你是很容易曬黑 經常在戶外活動 經常在街外 它真的非常之適合 當然如果你像我這樣 不是怎樣曬黑的話 都適合用的 它同樣是Fragrance Free 沒有香味 敏感皮膚的朋友 不妨考慮 L'Houche-Posay這支防曬 總共用了8支UV Filter 其實都好像幾多 這8支Filter 當中包括 包括Octisylate Tinosorb S UV-Node T15 AV-Benzone MaxRole 400 UV-Node T Plus MaxRole XL 和MaxRole XS 當中 Octisylate和AV-Benzone 就是舊的UV Filter 但我想說的是 這支黃牌的UV Filter 叫做MaxRole 400 MaxRole 400 是暫時唯一一支 在超長的UV-A波長 中文叫超長的UV-A波長 提高到很高保護力的UV Filter UV-A波長 我們就知道 它的波長 在320-400nm這一段 380-400 這一段的波長 其實就大約佔UV 照射下來地面 有30%都是在這個範圍裏 而這個範圍的UV-A 這個殺傷力是非常之強的 因為它能夠深入到 我們皮膚最底最底最底層 但是除了MaxRole 400之外 之前用的UV-A波長 其實沒有一支 是可以在這個範圍 發揮到很強的功用 所以現時市面上 唯一一支 能夠抵擋到這麼強的UV-A波長 只有MaxRole 400 MaxRole 400 和MaxRole XL 和MaxRole SX 一樣 都是L'Oreal旗下品牌 只會用到 因為它是專利的UV Filter 而暫時來說 只有L'Houche-Posay 這支旗下品牌 是有用MaxRole 400 這個UV Filter 所以對於想要抗衰老 防止曬老 曬黑的朋友 這支L'Houche-Posay 暫時來說 我覺得它真的是第一 很困難的 尤其是如果你經常在街上走 很容易曬黑 亦都很怕自己會曬老 我覺得這支是你首選 因為它這支防曬 做出來的質地 非常之水狀 所以用之前 記住一定要搖到它很均勻 你看它的質地是水到 你塗完之後 會在手指縫上流出來 我覺得它是最不好的地方 因為很容易塗的時候 會滴到你的身體 你的褲子 你的衣服 全部都是這支防曬 它塗上去之後 立即你感覺好像吸收了 完全沒有東西的感覺 一些質地都好像沒有 完全沒有負擔 而且完全沒有白色 但是我覺得比較難用 因為滴到周圍都是 然後這樣塗 你才不會防曬 流到你成手 所以我用的時候 我一般所有防曬產品 我都會用兩隻手指 然後這樣塗在臉上 用這支的時候 我會補多兩隻手指 因為我預計了一些 其實已經在我的手指縫上流走 或者滴到我的身上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有足夠的保護力 就記得要塗足夠的防曬 塗完之後 它的臉都是有點亮亮的 但乾了之後 同樣不會有油光表面 而且質地這麼輕 的話 臉完全一點都不會有負擔 不需要擔心 很厚 等等 塗完之後 完全沒有顏色 不會有一點白色 如果你想化妝 想妝的話 它都是很適合妝前使用 第四隻 我覺得都不錯的 化學性防曬 就是Avan 這一支 便攜高效防曬與 SPF50加 Avan的防曬 在香港你可以買到的 我全部都用過了 好 坦白說 我對Avan 真的有點失望 因為 我其實很喜歡這個品牌 所以我很期望 有一支產品 它是能夠令到我喜歡的 我就覺得奇怪 唯一只有一支 便攜妝的防曬 我覺得比較好用 這支防曬 剛才說的 SPF50加 都是跟歐盟的標準 它有一個UVA circle 代表它最少都會有 PA4加的保護能力 它防水 但它是有一點香味 不太厲害 有一點香味 用的UV Filter 都是跟剛才用的 都差不多 就有Tinosorb M Tinosorb S ISCO Triceno 以及一支舊的 UV Filter Avo Band Zone Avan說 它防曬的配方 就有一個專利的 combination 即是它有專利的方法 去混合這四支UV Filter 然後令它發揮一個很強的 UVA和UVB的能力 同樣這支防曬 用之前要搖一下它 記得搖勻之後才用 折出來的質地 跟Skin Certical的質地差不多 都有少少厚厚的感覺 擦上面也是一種很厚的cream的感覺 在開頭擦的時候 你的臉上白色的程度會高一點 比剛才之前的三隻高一點 所以你還是要用多點時間去推開它 它才會變回沒有什麼顏色 你看到我塗完之後 臉上也有少少白白的感覺 如果你塗完防曬上 再塗底妝的話 有機會 白白的顏色會影響底妝的顏色 你要留意 反而我覺得這支防曬 塗完之後 乾爽的速度 比之前三支防曬快一點 即是塗完之後 再摸臉的感覺 都是乾爽的 而且 臉反光的程度 我覺得是三支防曬最低的 即是如果你很怕塗完之後 臉上有少少光澤的話 這支防曬就比較適合你 因為它是有少少啞光的感覺 好了 四支防曬 我就講完 當然市面上還有一大堆防曬 我還未試 講防曬產品 其實是一個 ongoing process 因為經常都有新產品 品牌會轉配方 所以其實你永遠都不會試得完 暫時 以我市面上買到 或者試過來說 花學性防曬 我比較推薦的 我個人最喜歡的 第一就是 我第一隻介紹的 The Beauty of Joseon 原因就是 用起來 我皮膚的感覺是最好的 第二 它比較經濟實惠 雖然香港沒有 Beauty of Joseon 的代理 我就在官網直接買 它大約是15美元一支 圍起來 最高的東西 它算是1-50ml的產品 加上 我自己很少在街上外面 去曬 所以它防不防水 對於我來說 與我來說有不太關係 總體來說 它非常舒服 非常頂便 非常適合我使用的 一支防曬 另外我會用這支 LaRouche-Posay 這支防曬 這支防曬在普通很多地方 曼寧屈臣市的地方都可以買 我最喜歡的是Max Road 400 我會想如果偶爾會出街玩 去戶外活動的時候 我就會出動這支 LaRouche-Posay 這支產品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化學性防曬產品 或者物理性防曬產品的問題 你不妨在下面留言 又或者你想我去評論哪支防曬 無論是物理或化學性防曬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會聚集大家的問題 再另外拍片解答大家的問題 或者去評論一些你想認識的防曬 今天就是這麼多 下一集 下一條影片 我會講大家關注多些物理性防曬 究竟市面上有沒有好用的物理性防曬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就記住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我這個video 今天就是這麼多 拜拜